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收看《美美乱入》 大家好 阿Ken又和大家见面了 今次介绍的是春木 一楼基本上是厨房区 只有面对大玻璃的吧台 二楼还有几张餐桌 店外亦有数个座位 适合只是想吃个甜品的朋友 食物方面以面包类为主 另外亦有小食甜品和饮品供应 孙总开放三名字 春木 马格丽特 在一大片酸肿面包上放上法式炒蛋 新鲜番茄 旁边的新鲜沙律 配上酱香巴薩米黑醋 另外还有一小块忌廉芝士 再加几片炸过的九层塔 酸肿面包的边位香脆 带淡淡的酸味 配上炒蛋和微微焦香的番茄 食材各自发挥本身的味道 虽然未至于惊为天人 但容莫感十足 沙律新鲜到没有朋友 加少少酱香巴薩米黑醋 没得输啊 牛奶吐司 鸡肉总汇 两块金黄的多士 中间夹着低温烹调的鸡胸和鸡蛋 鸡肉和鸡蛋的结合 根本就是一份亲子三文子 外皮香脆的牛奶吐司 奶味强烈 真是有惊喜啊 照烧汁没有想象中的浓烈 而是轻轻趁着鸡肉和鸡蛋的味道 沙律同样新鲜脆绿 配搭蒜泥蛋黄酱 同样出色美味 炸薯条 薯条炸得出色 外脆内软 咸味也调得刚好 两粒和薯条一起炸的蒜头 将味道昇华去另一个层次 就敢食也得 点酱食也得 简直就是小食之王 今集的介绍是这么多 喜欢的朋友希望可以按赞分享和订阅 我们下次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